欢迎观看这段关于伊朗领导人伊布拉辛·莱西的突发视频。 他昨天在一场可怕的直升机事故中去世了。 你可能还记得,我之前制作了一段视频,预测5月18日可能会发生的事件。 我在视频中提到伊朗总统或领导层可能会遭遇攻击或暴力。 确实,这一事件在5月19日发生了。 今天,我将看看这起事故的星盘,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惊人的东西,并且还会看看伊布拉辛·莱西的星盘。 我们没有莱西的确切出生日期,但我看到的东西真的非常特别,我想与大家分享。 所以,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起直升机事故。 这起事故发生在昨天大约下午一点到一点三十分左右,在伊朗的乌齐附近。 因此,我们可以为这起事故制作一个星盘。 你可以看到,上升点在狮子座23度,正对着的是水平座23度,那里有土星,而土星是死亡和业力的象征,这非常重要。 火星和罗猴几乎在5月18日精确对齐,而事故发生的5月19日也几乎是精确对齐的。 这起事故发生时,罗猴和火星在第八宫,第八宫代表转变和死亡。 同时,土星也正好对着第六宫,第六宫代表事故。 火星也是车辆的象征,而罗猴代表来自空中的东西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,这起事故与第六宫和第八宫都有关系,这真的非常复杂。 同时,木星、太阳和金星在金牛座形成合像,这对于这起事故来说是第十宫,第十宫代表国家的领导人。 太阳也代表领导,在这个星盘中有一颗非常重要的恒星,叫做失控星,代表失去控制,失去领导地位,甚至失去生命。 木星、金星和太阳都在一个叫做克利塔的星座中,克利塔也与太阳有关,意味着领导。 这真的非常惊人。 另外,还有曼迪和古利卡,这两个是土星的阴影行星,他们在事故的第三宫,第三宫是第八宫的第八宫,代表终结。 古利卡和曼迪总是带来问题,显示出星盘中问题所在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,这起事故并非偶然,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,星象显示了这一点。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伊布拉辛·莱西的星盘。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,我们没有确切地出生时间,但它可能是在凌晨三点左右出生。 我在星座数据银行中找到了这个时间,这个参考资料不错,但时间并不完全确定。 如果这个时间吻合,那么这个星盘真的显示出一些非常惊人的东西。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进展星盘,这意味着每年的星盘,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年中发生的事情。 在这个星盘中,它的上升点在射手座,月亮也在射手座,太阳在第十二宫,第十二宫代表结束。 它在印度占星术中的生命周期也是如此,并且在这一年的星盘中,它在5月19日正处于太阳和木星的周期。 太阳代表领导,在这个星盘中位于第十二宫,木星是上升点的主星,代表它自己。 这真的非常戏剧化,恰好在这一天,它的生命周期转换到了木星太阳周期,而太阳位于第十二宫,火星也在那里,火星代表事故,也代表交通工具。 所以我们在它的年度星盘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。 我想与大家分享这个,因为这真的非常准确。 我们不知道它的确切出生时间,但我想与大家分享这一点,因为这实在是太准确了。 谢谢大家,我很高兴看到你们的评论。 我爱你们。 请不吝点赞 计划道理 什么原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你们对邵地athers 优独播剧场——你way的手印